可爱猛狗每一只都是店内招牌 但天气热到暴 狗儿也全都受不了 热到狂喘 身体懒懒 动都不想动 民众目击 店内一只阿拉斯加犬 疑似热到重暑 执疑台中北屯 这间宠物友善餐厅 冷气不良 消息传出 洞宝处赶紧派员上门饥查 室内温度即显示33.7度 明明有开冷气和水冷散 但怎么还是这么热 加上这些狗都是寒带犬种 哈士奇 伯恩山犬等等 实在难以适应酷热天气 人都受不了了 对啊 怕是狗狗 业者解释狗狗不是中暑 而是有些本身年纪大 身体有疾病的已经就医 至于冷气问题 又发现狗毛卡住风口 两天前已经请人处理 连冷气管线也一并唤醒 全部都是落地窗 所以说它的阳光知识 真的温度比较高 那冷媒可能在检查之后 是有缺少的 我们也把冷媒抛起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新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 七万五千元以下发还 或许真的是餐厅大片落地窗 阳光穿透 让室内更加闷热 但寒带犬饲养环境 应该要在摄氏三十度以下 洞保处要求店家限期改善 别让毛孩如此难受 记者卢俊杰 王思汗谭中采访报道 我是陈俊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